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抓住关键环节就是我们秒提至胜的要义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概述 在概述里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免疫缺陷性疾病 所谓免疫缺陷 它往往是因为免疫的活性细胞 或者是免疫的活性分子发生缺陷 而引起的免疫反应缺乳或者是免疫反应降低 那么免疫是我们机体对抗外来感染的一道防线 当这道防线崩塌了以后 那么它会对抗机体免对抗机体感染的时候 就会出现抗感染免疫功能低下 那么它是一种临床综合症状 它实际上就讲了两个点 第一免疫功能低下 第二抗感染能力降低 所以抗感染能力降低 这个孩子就会出现反复的感染的一种情况 那么免疫缺陷疾病可以是遗传性的 它和什么有关呢 它可能是和我们的免疫相关的基因出现了突变 或者是缺失而导致的 那由于相关基因的突变和缺失而引起的病 咱叫什么呢 叫做原发性免疫缺陷病 那么也有可能是后天受到环境因素而出现的 比如说感染呢 营养啊 或者一些疾病状态而导致的 去除不利因素以后 免疫功能还可以得到恢复 那么这些咱把它叫做激发性免疫缺陷病 小儿免疫器官 有小儿免疫器官的特点 我们说了 咱的整个的免疫系统 是由免疫器官 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 共同来组成的 免疫器官呢 又有中枢免疫器官和外中免疫器官 原则来讲 胸腺和骨髓是中枢的免疫器官 那么基本上所有的免疫细胞都来自于骨髓的多能造血干细胞 都来自骨髓的这个造血干细胞 所以咱后面在做考试的时候怎么办 往往都会讲到骨髓移植骨髓移植 往往都会往这个方向去走 那么免疫分子呢 往往是由我们的免疫细胞合成或者是分泌的 在免疫反应当中起着比较重要的调控作用 那么在这里边我们来看一下免疫功能的特点 我们就说在这里面 第一个有单核巨石细胞 对于新生儿来讲 单核细胞发育已经完成 但是是缺乏辅助因子的 那么在这里边 它有的时候有哪些我们的这些辅助因子呢 它包括了我们的一个白结素 白结素8 白结素6 FNγ 或者白结素12 那这些情况都有可能是和我们的这个免疫器官是相关的 我们要强调一点 这个孩子的抗原提成能力要低于成人 那如果考到抗原提成能力相对来讲 我们会考一个细节点 叫什么呢 叫抗原提成功能最为强大的是什么细胞 这个细胞是咱们考点 我们要选择叫做速秃状细胞 速秃状细胞 它是具有比较强大的免疫调节功能 会影响孩子日后的免疫调节的状态 除此以外 我们还有中性力细胞 然后呢 还有咱的T08细胞和细胞因子 在T08细胞和细胞因子里面 我们会看一看考什么呢 会考一个一个TH的亚群 在TH亚群里面 它会强调一点 说在新生儿里面TH2的细胞功能 叫TH1 它是占有优势的 其实也就是说一点 叫新生儿早期TH2的细胞功能 没有降低 没有降低 除此以外呢 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也就是NK细胞 有什么叫做自食细胞 都是这个东西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还有一些B08细胞和免疫球蛋白 在B08细胞和免疫球蛋白里面 我们重点强调的是几个免疫分子 免疫因子 说什么呢 第一个是AGG 唯一能够通过胎盘的免疫球蛋白 就是咱的AGG 同时它也是血清当中含量最高的免疫球蛋白 但是大剂量的免疫球蛋白 AGG要通过胎盘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妊娠的后期 所以这个乖乖如果出现了早产 尤其是在妊娠早期的时候出现早产的话 那么它就有可能会出现先天性的免疫 因此的不足 但是这个AGG在出生以后几个月会降到最低点 这咱的考点 一般来讲出生后三个月 血清的AGG就会降到最低点 完全消失什么时候呢 完全消失大概是出生以后90到120天 那么AGG呢 还有它的一个亚型 在这几种亚型里面我们就强调一个叫AGG2 AGG2它代表的是抗细菌多糖的抗体 那么它的上升速度在两岁以内比较慢 所以在这个阶段 往往会出现一些夹膜细菌感染 像一些脑膜炎球菌呢 肺炎链球菌呢 流感失血感菌的感染 都和我们的AGG2是有关系的 AGG2 那么呢我们讲除了这一般呢 还有AGM AGM一般说宫内感染 往往是和AGM增高有关的 齐血AGM增高 往往就提示宫内感染 而我们讲呢 有的时候血清型的抗体 也是属于AGM 而AGI等相对来讲 发育是最迟的 最迟 基本上呢 考点也无非是写0077的考点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远发性免疫缺陷病 它的一个发病率 我们讲在1952年的时候 首例免疫缺陷病 是X连锁 无病种球蛋白血症 这是第一个 那么呢 各种免疫缺陷病 它的相对发生率 一般来说 单纯性的AGG 或者是抗体缺陷 大概是占一半 占50% 占到50% 那么除了以外呢 我们就说了 全部的远发免疫缺陷病中 80%都会存在 AG或者是抗体的缺陷 那么这是我们 远发性免疫缺陷病的发病率 我们要掌握的是 第一个 第一个 首例 就是X连锁 无病种球蛋白血症 那么呢 远发性免疫缺陷病 它会有它们 共同的临床表现 这些表现包括了 反复和慢性的感染 因为我们说了 免疫缺陷 抗感染能力降低 所以最常见的表现 也是我们的考点 我们选的是感染 表现为反复 持续严重的感染 而一般来讲呢 我们说许多话 是需要持续使用抗菌药物 来预防感染发生的 那么除了感染以外 它可能还会出现 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和肿瘤 或者是其他的临床表现 这一块呢 原则上考试考的点 并不多 但是如果给它进行 原发免疫缺陷病的实验是检查的话 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哪三个层次呢 第一个叫出差实验 第二个就是进一步检查 第三个就是特殊或研究性的实验 在出差实验里面 像T细胞缺陷 我们可能会做一下 持发过敏实验 如果要是吞噬细胞技术的话 我们会做一个NBT的实验 这两块可能会在考点里面 有所设计 在进一步检查里面呢 我们往往会需要一些抗体的反应呢 或者是做一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烟不限量体影啊 这些东西是随进一步检查 观察它具体的一些变化 那如果是特殊检查的话 往往就会一些基因的检查 和一些霉的检查 和一些粘副因子的检查息息相关 实际上也就是说 我们在进行检查的时候 准确度是逐步升高 同时检查难度也是逐步升高 与它相对的检查成本 也是会跟得逐步升高的 那么在这些实验里面 咱大致有个了解就可以了 并不做我们的考点 那么呢 我们就说了 在进行治疗的时候 也是我们的考点 在进行治疗的时候呢 我们强调一点在哪里 就是说 一般来讲 咱有一般处理 在处理里面包括了预防和治疗感染 我们在给它进行治疗的时候 要注重营养 要注意家庭的宣教 要能够增强父母和患儿 对抗疾病的信心 有一定抗体合成能力的患儿 可以接种死精疗 但是绝对不能用活疫苗 一旦出现感染 一定要及时治疗 甚至有的患儿是需要 长期抗菌药物 给予预防性治疗的 那么如果要是T细胞缺陷的话 记住 不易输血 或者是新鲜的血液制品 它可能会出现我们的一个 叫做 可能它会发生 移植物抗素组病 也就是说 它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免疫排斥的反应 如果要必须输血的话 那或者是必须要用血液制品 怎么办呢 先放射照射 先放射照射 同时免疫系统疾病 匹切除素是绝对的禁忌 T细胞缺陷 判而匹切除素是进行绝对禁忌的 如果必须要进行匹切的话 一定要长期给予抗菌药物来预防感染 除此以外呢 我们可能还可能会使用一些替代治疗 或者免疫重建 在免疫重建里面 最主要的就是干细胞的移植 包括了骨髓的移植 起血干细胞的移植 甚至是胸腺组织的移植 实际上在免疫重建里面 就是两个字 叫移植 移植 移植 那么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X连锁无品种球蛋白血症 X连锁无品种球蛋白血症 它是由于在X染色体上 BTK基因突变 那么这种突变就导致了 原B细胞向前B细胞分化障碍 导致的选择性体液免疫缺陷病 它也是原发性B细胞缺陷的典型代表 那么这样的话 它的一个临床表现是什么样子呢 它会出现自幼出现的反复的 严重的细菌感染 还会出现血清里面的免疫球蛋白显著减少 或者一根就测不出的表现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讲了它的基因突变可以表现为错意 无意缺失拼接异常 插入异常等等等等 不作为考虑 你只要记住 它是一个基因的突变 就搞定了BTK基因的缺陷 那么它的临床表现 什么说了 这个疾病有个特点叫仅见于男孩 女性呢可能作为携带 但是发病往往是男孩子 男孩子他第一个表现就是反复的感染 反复的感染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又说一般来讲妈妈会给他一个ADG 所以乖乖小时候不发病 但是呢随着母体ADG的不断减少 这个孩子会在出生后4到12个月出现感染症状 ADG在血液里面最低值是在出生以后3个月 90到120天就消失 所以一般来讲出生后4到12个月 就会出现感染的症状 那么呢他会出现反复感染 最突出的临床表现就是反复严重的细菌性感染 考试喜欢考什么 肺炎 重症肺炎 中耳炎 鼻痘炎 关节炎 脑膜炎 败血症 骨髓炎 皮肤感染等等等等 实际上就三个字 细菌性 细菌性感染 那么我们要强调一点 就是这个孩子在打疫苗进行接种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口服脊灰 脊灰是属于一个活居疫苗 那么如果这个孩子口服脊髓灰子炎疫苗的话 可能会导致患而出现肢体瘫痪 有些不实的报道就会讲说 哎呀 这个孩子在口服了这个几回以后出现了瘫痪 这说明什么 说明国产的疫苗不行 咱一定要打进口的 扯淡 就是这种感觉 如果要有经验的医生 基本就可以看出 这可能就是一个X连锁无病毒球蛋白血症 他在口服了几回以后出现肢体瘫痪 和他自身的免疫缺陷有关 而不是我们国产的疫苗有问题 有些叫做什么 叫做舔狗派 其实那也不讲吗 说跪了久了 可能都不知道站起来是什么样子了 我们国家在不断的发展 我们很多的技术 其实都已经日增成熟 反而国外他们有些的一些血液制品 是根据白种人来制定的 我们用到咱们身上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一种种族上的差异 孩子会更容易出现一些免疫排斥的反应 但当然了 国外在体存上做得更好 我们也要承认 但是不是说完全的 进口就一定是好的 国产就一定是坏的 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在其他表现上呢 我们就说了 他会出现一些关节炎 在较大的关节上会出现关节炎 局部会出现肿胀活动受限 但是关节面的骨质破坏并不明显 可能是细菌病毒或者资源体 直接感染关节 或者感染以后变态反应所导致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给他一些病种球蛋白的治疗 可以让关节炎的症状得到控制 那么除此以外呢 还有体格检查 反反复复的感染 那么对孩子的生长发育一定会造成影响 这个孩子呢 就会出现慢性消耗性的体质 会出现白白的 苍白的变色 贫血 精神萎靡 还会出现扁桃体和腺样体很小或缺乳 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前表淋巴结和脾脏的促整的话 可能会触及不到 可能会触不到 那么如果做一个鼻咽部的侧位X线 就会看到腺样体的阴影缺失 或者说是变小 会有这样的表现在 那么在实验室检查里面 我们要关注哪些呢 实验室检查里面 咱们可以做一个免疫球蛋白的测定 一般来讲 它的血清总AG 一般会不超过2.0到2.5克每升 AGG可能完全测不到 而我们的AGM和AGA 也是量比较低微 或者是压根就测不到 咱在做抗体反应的时候会发现 同族红细胞凝集素 也就是说抗A和抗B血型抗体会出现缺乳 在B细胞硕量上 它的外周血成熟的B细胞会出现缺乳 而我们的骨髓B细胞和僵细胞也会缺乳 会出现少量的钳B细胞 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BTK的蛋白测定和基因分析 那么就可以来进行确诊 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在进行诊断的时候 根据一个男性的患儿 从小反复出现细菌性感染 扁桃体千表淋巴结很少或缺乳 外周血B细胞缺乳 血清AGG极低和家族史 往往就会说同胞的兄弟呀 舅舅啊会有类似的表现 那么咱就可以诊断 它是一个X连锁 无病种球蛋白血症 那么在治疗里边我们要注意 使用静脉输注禀球 可以作为替代疗法 可以控制大多数的X连锁 无病种球蛋白血症患儿的感染症状 它的全身成状的情况 可以得到迅速的改善 这种治疗要早开始早开始 那么我们的目标是让血清的AGG 大于6克每升 没有感染 没有咳嗽和咳痰 而且是终身替代 但是用量不是统一的 一定要强调个体化 而且呢 还要强调各种治疗法 包括营养生活 卫生条件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呀 预防感染 让孩子有适当的体育锻炼 有良好的心理状态 而且家长一定要做好 各种病发症的防治和预防的情况 那么呢 我们就想这个疾病 是我们最常见的疾病 我们接着呢 再来看一个 湿疹血小板减少 犯免疫缺陷综合症 这个疾病 它的临床表现三连症 免疫缺陷 湿疹血小板减少 它在考试的时候 和哪个基因有关呢 叫WASP基因 WASP 和这个WASP基因 它是有关系 考核的时候 你只要搞定这个基因 其实就可以了 它的临床表现 你看 血小板减少 血小板减少 它是不是就会有出血的倾向 那这个孩子呢 往往是在出生后六个月以内 会出现子癫 会出现黑病 会出现卡血 血尿 那么在这个考试里边 我们怎么来判断 它是这样的一个疾病呢 它最大的特点是 血小板体积变小 血小板体积变小 是湿疹血小板减少半免疫缺陷综合征 最明显的特点 而且我们再给它使用糖皮子激素和大激量的免疫球蛋白 也不能提高血小板的数量 也不能提高 除此以外呢 它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意味性的湿疹 80%的湿疹的孩子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呢 还有感染 在感染里面我们强调的 它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病毒感染 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病毒感染 那么呢 它有的时候还会出现肝皮和淋巴结的肿大 我们大概掌握一下这些情况就可以了 在实验室检查里面呢 我们强调几点 第一个淋巴细胞CD43糖蛋白减少 糖蛋白的表达减少或者消失 也是这个疾病的显著性的标志 除此以外还要看什么呢 血小板减少 血细胞的体积减少 也是这个疾病的特征性表现 我们如果要进行一个 进行基因分析的时候 会发现叫WASP WASP WASP基因分析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如果这个基因出现了突变 我们也就可以直接诊断 我们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失诊 血小板减少 半免疫缺陷综合症的话 免疫综合症的话 那么呢 在这里边诊断和鉴别诊断上 我们还是强调 男性的小宝宝 反复的感染 失诊 血小板减少 除血性皮疹 不然有血清AGA和AGE的增加 AGM减少 出现了铜组血凝素 缺乏对多糖蛋白的抗体反应减弱 那么这就是咱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WASP疾病 那么呢 咱在治疗的时候呢 我们强调有一般处理 有皮切除和干细胞移植 在一般处理里面 如果确诊是WASP的化儿的话 一般来讲 不要让他进行阴导分娩 因为阴导分娩的时候 进行产道的挤压 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炉内出血 所以这个孩子 直接就给他进行抛肱产 防止炉内的外伤 一岁以内 甚至要给他戴一个小头盔 来保护一下这个小宝贝 所以呢 我们就说了 这样的一个孩子呀 基本上就像掌心上的小宝一样 一定是要精心的呵护 精心的来进行养大 那么呢 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还可以进行皮切除 皮切除素可以使血小板的数量增加 体积增大 但是它会有败血症发生的危险 那么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骨髓和齐血的干细胞移植 骨髓和齐血的干细胞移植 是WASP治疗的最有效的方法 以前的时候呢 这个孩子往往活不大 在三岁半左右就可能会属于感染 但是现在呢 存活时间可以延长到11岁以上 部分呢 也可以达到20岁以上 生活质量可以得到明显的提高 它的死亡原因三个 感染 出血 恶性肿瘤 怎么办 移植 干细胞移植 可以明显感染 感染和出血 但是预防恶性肿瘤的效果 仍然不是很满意 所以啊 这种疾病呀 也确实是比较责磨人的疾病 那么呢 我们接着看一下选择性AGH症症 选择性AGH症症 原则上来讲 白走人的发病率比较高 在我们国家相对来说 发病率比较低 那么在临床表现呢 我们说什么呢 它的轻症患者 可以长时间无症状 或者仅仅表现出来 轻度的上呼吸道感染 有的患者呢 会发生各种的半发病 特别是自身免疫病呢 过敏性疾病和反复感染 一般来讲 高发年龄是六个月到十二岁 以什么感染最多见呢 一个是呼吸道感染 一个是肠道疾病 呼吸道感染症状 出现的比较小 在婴幼儿时期就可以出现 有的孩子可以持续到青春期 肠道疾病人 除了腹泻和吸收障碍以外 还可能会有溃疡性的结肠炎 结端性的小肠炎 萎缩性的胃炎 和胃溃疡的表现 那么大概有一半的患者 还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还会伴有自身免疫病 比如说可能会出现 西风心虎蛮狼床 脾肌炎 内风湿关肌炎 有这些情况 那么它最主要的考点 还是在我们的实验室检查上 它的血清AGA的水平 往往会低于 每升0.05克 甚至完全测不出来 重症患者在措液当中 是完全检测不到 分泌性的免疫球蛋白A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焦点 那么呢 它这个时候 我们要看AGG和AGM的话 它们两个水平可以正常 也可以是身高 甚至可以两倍于正常值 那么在预防和预后里面 我们就说一般来讲 这个临床症状比较轻 一般来说呢 它只有反复的轻度的呼吸道感染 所以它是可以自然痊愈的 一般来讲 在5岁的时候 AGA就可以达到正常的水平 那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X连锁 联合免疫缺陷病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个概念 叫做什么叫做联合免疫缺陷病 联合免疫缺陷病指的是T细胞和B细胞 它们两个功能出现了联合缺陷 而引起了原发免疫缺陷疾病 那么我们讲T细胞是什么 T细胞是细胞免疫 B细胞呢 B细胞是体液免疫 这种乖乖联合的结果叫T细胞也没有 B细胞也没有 所以它最大的特点叫什么 叫婴儿早期出现的自死性严重感染 所以你看这种联合 就像黄鼠狼钻咬病鸭子一样的感觉 对孩子造成的是一种特别严重的损伤 那么它会出现生长发育障碍 持续低毒性的条件致病菌感染 那么在这里边呢 最常见的联合免疫缺陷病是谁 就咱今天要说的 X连锁 X连锁 严重联合免疫缺陷病 它呢是属于T细胞缺乏 B细胞数量不减少 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么在病因里边呢 我们就说了 它主要是属于我们的基因突变 引起的 是一个受体 Gα基因突变引起的 了解一下就行了 那么在我们的临床表现里面 我们就说了 这个孩子 他的年纪15到6个月 会出现口腔念族菌病毒 红斑脉性腹泻 呼吸道荷包病毒 还会出现腺病毒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这样一种感染 那么它最大的问题是哪里 就说这个孩子如果接种卡戒苗 或者是非典型分歧感军感染的时候 就会导致严重的或致死性的感染 但是这个疾病呢 接送脊灰的时候不会引起感染 接种脊灰引起的是谁 是我们之前讲的叫做 X连锁无病种球蛋白血症 所以我们讲不同的苗 它导致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那么呢 我们就说了巨蟹胞病毒 或其他病原菌还会引起慢性肝炎的表现 慢性肝炎的表现 还会有什么 还会有止益性的疲炎 还会有哪些呢 会有血液系统的异常 包括了中性粒细胞的炎少 或者是不同程度的贫血 会有这些情况 为啥接种卡戒苗会导致这个结果 因为卡戒苗反映的是T细胞的功能 而我们的X连锁 X连锁联合免疫缺陷病 它主要的特点就是T细胞缺乏 T细胞缺乏 它主要是和T细胞有关 T细胞有关 没问题吧 那么在实验室检查里面呢 我们就强调一点外周学的T细胞 明显的减少 那么呢 如果我们能够证实 证实哪一个点啊 如果咱能够证实 伽玛基因突变 就可以确诊这样的一个疾病 那么咱在治疗和育后里面 我们就讲了 这个疾病最好的治疗方法 就是外周学骨髓和体血干细胞移植 最好的供题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一个A位点 B位点 B位点 相同的同胞 来给它进行提供 所以在这里边呢 咱们能够有一个这样的印象 就可以了 而这个疾病 如果没有经过移植治疗的话 往往在两岁以前 就会死于各种感染 所以这是个比较伤心的疾病 X的连锁高AGM血症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X的连锁高AGM血症 它是一个比较罕见的 原发性免疫缺陷病 它和谁有关 和CD40有关 CD40基因突变引起的 CD40配体 叫CD40L CD40配体 基因突变引起的 它的临床表现叫做 反反复复的感染 而且会出现血精的 AGG AGA AGE的水平降低 但是谁升高呢 AGM升高 所以它才叫高AGM血症 所以基因都低 只有AGM增高 它还会伴有 自身免疫性中性 粒细胞减少 血细胞的减少 和溶血性的贫血 那么呢 这个疾病 它主要的表现 是抗体的缺陷 但是它的基础缺陷是谁 是B细胞异常 导致的T细胞异常 它的基础是 T细胞异常 导致的B细胞功能障碍 所以我们认为 它也属于严重联合 免疫缺陷病的一种 那么呢 在临床表现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它是感染 而这个感染 随着母体的抗体衰减 和不断加重的 它在出生后 六个月到两岁 就会出现反反复复的 上呼吸道感染 细菌性中二炎和肺炎 那么本病最早的表现是什么呢 是卡式肺囊虫肺炎 卡式肺囊虫肺炎 除此以外 它还会有 淋巴组织增生 和自身免疫性的疾病 比如说呢 它会出现扁桃体 皮 肝脏 等淋巴组织增大 和增生和肿大 也是这疾病的共同表现 除此以外呢 还会有肿瘤 最常见的是 淋巴组织的肿瘤 所以在这里边呢 大家只能够有个了解 就可以了 我们的要点在实验室检查上 实验室已经讲了 都低 只有谁高 只有AGM水平增高 它会出现AGG AGA AGE 明显降低 或者是缺乏 或者是缺乏 那么呢 它的外周血 B细胞的数目 和表达膜的 AGM AGD 是正常的 那么在其他检查里面 我们还会来看一下 CD40 CD40L CD40L基因突变的分析 就可以进行直接的证断 CD40L检测 可以直接来进行证断 可以明确证断 那么在这个章节里面 几乎所有的患儿 都是小男孩 所以呢 男性患儿 自幼反复感染 也就是说 做题的时候 你只要见那个男性的小宝宝 很小很小 就反反复复感染 而且感染还特别比较重 咱就去选免疫缺陷性的疾病 再根据实验室检查 来进行我们分别的这样一个归类 那么你看 什么都低 只有谁高 AGM高 那既然你AGM高 那不就是一个X连锁高 AGM血症吗 没问题 搞定 那么呢 我们讲 它的一个活化T细胞 表达CD40L缺乏 也可以来证断这样的疾病 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是这么来说的 想根治 仍然是骨髓移植 那么呢 富芳新诺明 它的一个预防性治疗 是可以防止发生卡式肺囊虫肺炎的 因为卡式肺囊虫肺炎 是它最早的表现 最早的表现 那么我们接着往后再来看看 X连锁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 那这个疾病和一个病毒的感染有关 这个病毒的感染叫做EBV感染 EBV感染 EBV感染和这个疾病息息相关 它是一种T细胞 B细胞均发生缺陷的联合免疫缺陷病 EBV感染可以诱发这个疾病 而这个疾病呢 一般来讲 我们讲EBV感染 往往呈现的是一种自线性的过程 但是如果免疫缺陷的话 就会出现危急生命的 淋巴细胞增生性疾病和淋巴瘤 那么在病因和发病机制上 我们强调 它的一个基因定位 是在X染色体长臂 XP25上 那么临床表现 它会表现出来是爆发性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伴有病毒相关的嗜血综合症 往往多发于多大的孩子呢 5到17岁 在这个疾病里面 嗜血综合症是我们的一个主要考点 它的嗜血综合症的特点是什么呢 全身各器官大量吞噬了红细胞 和核碎片的组织细胞浸润 那么这样的一个孩子 他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说 他现在没有明显的治疗方法 往往会在EBV感染以后 一个月以内就会死亡 就会死亡 而且呢 它的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部分呢 还可以表现为 是EBV感染以后的一个 冰种球蛋白的异常 它是以AGG的抗体降低为主的 第一病种球蛋白血症 那么呢 有的时候呢 也会有AGM和AGA的改变 最常见的是AGM的增高 在实验室检查里面 我们强调基点 第一个在血液血改变里面 它在外周血和骨髓 在EBV感染以后 早期呈现的是白细胞增高 会出现大量的变异淋巴细胞 那么如果说要是由细胞坏死 或组织细胞吞噬血现象的话 基本上也就可以直接确诊 这样的疾病 那么呢 咱在免疫学检查里面呢 我们就说了 EBV感染的早期 外周血的T细胞和B细胞 往往是正常的 那么病毒血检查 我们就说了 如果初次感染EBV的时候 那么它的核抗原低度 是会低下的 核抗原抗体低度 是会低下 但是抗EBV 核抗原抗体低度的变化 则不一定 也就是说核高 核低 不一样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在强调一点 就是说 我们做EBV的基因组 或者是抗原检测的时候 往往是可以明确 EBV检测 因为它的阳性 是几乎可以达到百分之百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会看一下 我们要确诊 要看什么呢 咱在诊断的时候 确诊 其实是一个点 叫一个妈妈生的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男孩 在EBV感染以后 出现了X连锁 淋巴组织增生性的疾病 也就是咱在做题的时候 一母同胞 之前 腰折了几个哥哥 就这样的一种感觉 那么咱在治疗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要定期注射富含EBV抗体的免疫球蛋白 那么最有效的治疗措施 仍然是同种一体造血干细胞的移植 那么如果出现低满意球蛋白血症的话 那我们要给予规范的免疫球蛋白的替代治疗 但是这种治疗不能够防止再生障碍性贫血和淋巴流的发生 而这个疾病病死率极高 病死率极高 那么咱接着再看一个 叫做慢性肉压肿病 慢性肉压肿病呢 它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原发性吞噬细胞功能缺陷病 临床表现是反复发生了严重感染 和反复感染以后形成了色素沉着性的肉压肿 也就是在做题的时候 你只要看到这个孩子出现了色素沉着性的肉压肿 那它就是一个慢性肉压肿病 那么在它的发病机制里面 它和多种基因有关 和CYBB基因 CYBA基因 NCF1 NCF2 可能都会有关系 考试基本上涉及不到 那么临床表现是我们的要点 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反复感染 肉压肿形成 而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会出现吞噬细胞内存在的棕黄色颗粒和泡沫的形成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它会出现肺部的感染 是最为常见的 最常见是肺部感染 那么呢 这个皮肤的感染往往是经久不遇 所以考题会出现两个字 叫斑症 会出现斑症 那么取眉睛肺炎也比较普遍 而取眉睛导致的脑冬肿 往往就是会致命的 它的皮肤呢 会出现湿疹样的改变 而这种湿疹样慢慢的会演变为叫做化浓性的皮炎 所以呢浓肿的形成也是我们这个疾病的重要表现 在其他表现里边呢 它往往会强调的是胃痘狭窄引起的梗阻 也是相当实际 实验的检查 那个特殊的检查 叫做四错淡蓝实验 NBT实验 但凡件的这个实验 就直接秒肉压肿 就可以了 那么呢 我们还会做一下中性立细胞的杀菌功能实验 还会做一下基因的分析和产前的诊断 了解就行 它是通过基因分析出现了基因突变或缺失 那么来确诊这个疾病 那么咱在做题的时候 其实就两个点 第一反复多部位感染 第二肉压肿形成淋巴结肿大 搞定起活 那么在治疗的时候呢 我们要强调一个抗生素的治疗 在抗生素治疗的主要目的 还是要治愈我们的感染 病灶防止其防止它整个感染的蔓延 而它一旦感染需要进一步的抗感染治疗的话 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下 就是选择比较敏感的药物来进行治疗 除此以外呢 阻塞性病变 白细胞输入 输血治疗 干扰素的使用 以及基因和骨髓移植 都是可以应用在我们这个疾病的治疗上面的 那么呢 这些呢都是原发性的疾病 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第九节 叫做激发性免疫缺陷病 激发性免疫缺陷病 往往是和出生以后不利的环境因素息息相关 环境因素导致的免疫系统暂时性的功能障碍 出现了免疫功能低下的情况 而这个不利因素一旦被纠正 免疫功能就有可能被恢复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说了 一般来讲我们激发性的免疫缺陷病 它的发病率是高于原发性的免疫缺陷病的 那么哪些会导致这些疾病呢 它有营养的紊乱 有免疫之际的应用 有遗传性的疾病 有肿瘤和血液病 新生而感染 以及其他多种情况 那么咱们首先看一下 营养 那在营养紊乱里边 我们强调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一种营养缺乏 那么就会导致相应的免疫功能缺陷 儿童时期 它是需要合理的营养供给的 如果营养跟不上 那么孩子就极容易出现 营养障碍而引起的免疫缺陷的疾病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叫做营养障碍引起的免疫功能缺陷 是小儿时期容易罹患感染性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能首先来看一下营养紊乱 我们说如果某一个特殊的营养缺乏 就会导致相应的免疫功能缺陷 对于孩子来讲 他需要更为合理的营养供给 如果你的营养供给满足不了 营养障碍会导致免疫功能缺陷 而这种免疫功能缺陷是小儿时期容易罹患感染性疾病的 主要原因之一 而我们的感染又会进一步的加重营养不良 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恶性循环 那么我们讲除了这些以外以外 还有哪些会导致免疫功能缺陷呢 还有维生素的缺乏 维生素A 维生素B 维生素D 都会引起免疫功能的缺陷 还有一个什么病 叫肥胖病 肥胖病尤其是单纯性肥胖病 这样的孩子 长期使用大量的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体内储存了大量的饱和脂肪酸和碳水化合物 也会对我们的免疫活性细胞起到抑制作用 从而引起免疫功能的低下 所以有的时候小胖孩往往身体不一定好 那么还有免疫之际 免疫之际包括抗炎药和一些细胞毒性药物 它会广泛的应用在我们的儿科疾病里面的 那么这些疾病也会导致出现我们的免疫功能的低下 新生儿比较好理解 新生儿时期的免疫系统和免疫反应是属于一个特殊的时期 它在宫内属于一个封闭的环境下 它是不会受到抗炎刺激的 而母亲又通过胎盘给了一些免疫球蛋白 那么母亲免疫功能和分娩过程 对于孩子的影响都会使宝宝在新生儿期出现生理性的 暂时性的免疫功能低下 有的时候也会出现感染性疾病 一旦感染还容易扩散 那么除此以外还有感染 我们就说几乎所有的感染都会导致一过性的免疫功能低下 尤其以谁为关键 以病毒性感染 尤为突出 病毒性感染 尤为突出 那么除此以外 还有血液系统的疾病和肿瘤 血液系统和免疫系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它的一些血液疾病像白血病 恶性淋巴瘤 它的发生和免疫系统息息相关 而血液性和肿瘤又可以因为疾病本身或者治疗因素导致激发性的免疫功能缺陷 所以我们就说了 血液系统免疫系统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那么在治疗的时候呢 我们使用一些抗肿瘤的化学药物 或者放射治疗 又会让这孩子的免疫功能进一步降低 除此以外 还有严重的手术和外伤 严重的手术和外伤会破坏我们整个粘膜的完整性 会让我们整个的器官和损伤出现外露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会出现伤后和术后的应激反应 它都可能会影响到了我们的免疫功能 所以我们就说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严重感染会加重免疫功能紊乱 导致免疫性休克和器官衰竭 使孩子的病死率居高不下 那么在这个当节里面 基本上就这么些情况 大致有个印象就可以 我们来看一个题 这里说了 五个月的孩子 反复呼吸道感染 额口疮 犯肺炎两次 双肺不满失罗因 那这个孩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五个月反复感染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原发性的免疫缺陷病 原发性免疫缺陷病 那么我们要想明确诊断的话 怎么办呢 首选的实验室检查 再先看看外周血的淋巴细胞激素的情况 外周血淋巴细胞激素的情况 因为你看这个荷包病毒 分泌物培养这些东西 都是不对 那么如果这个患人呼吸急促加重 发热达到39度 多次血肠规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 下一步做淋巴细胞的亚群测定 看看到底是T淋巴细胞 还是B淋巴细胞出现了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免疫缺陷的患儿 那咱再看一个 这里说了 患儿高热达到40度 全身性麻疹样的皮疹 拱膜出现黄染 肝皮肿大 而且还会出现肝功能的异常 那么在这里面 15天前7天前曾经输血两次 每次50毫升 那么它会出现什么 它有可能就是因为出现 这两次输血以后的免疫反应 叫做移植物抗宿主病 没问题吧 在这个章节里面 原则上在考试的时候并不难 我们一定要稳住一点 小孩子 尤其是男孩自幼出现严重的感染 反复不育 往往就和原发性的免疫缺陷有关 而激发性的免疫缺陷 往往是和环境有关 那么它的治疗 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一个 移植 移植是咱们主要的治疗手段 好了亲爱们 那么第18章 免疫缺陷性疾病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